詞曲 岳城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一朵花朵 永远的新大夫 一片安妮的 花美大沙 一片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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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沙 一片安妮 我说起无忠意 每代道一丝流云 却把彩虹变长一点黄金 留下声音 一眼睛 一眼睛 他妈的 打了半天的窝囊仗 总算给老子送一个活的来了 快绑起来 谁敢乱动 老子叫你们一起报销 都给我把箱放在地下 听见了没有 我拿导火线了 别 我放下 我放下 你 想让大家跟你一起完蛋吗 分队长 扔了吧 何必大家一起完蛋呢 我也有老有小 我想死吗 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 先放下武器 不 听说你们说话不算数 我放下武器也是死 我还不是跟你拼了呢 胡说 谁说解放军说话不算数 只要你把枪放下 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 真的 绝不食言 你敢先把手榴弹放下吗 好 你小子上当了 做什么 这 滚 滚 老实点 老实 我们都看清楚了 说话不算数的是这个混蛋 长官 我们江湖上讲的是义气而字 你有胆量 有义气 我算服您了 是啊 长官 我们都是仲天人 都是被他拉上山当土匪的 我们没脸见人了 你看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你们 这样很好 谢谢你们 你说什么 好 你们有立功赎罪的表现 这个嘛 还可以 既然你们是坐田人出身 又没有什么罪恶 我们一定宽大处理 你们放心吧 你们熟悉车帕亚的路吗 知道 你们带我去找东北虎 怎么样 别害怕 他是我们队长 果然厉害 看长官的威风 原来是东北虎的部下 这是强将手下没弱兵 什么贱兵的 我们官兵平等 都是革命同志 对 我见识前 这个你们当然弄不懂 别管 把我们带出车盘压 给你们发盘缠 让你们回家去 好 好 现在我们走吧 这小子怎么办 骂他 累赘 扔到山下我也出去 对 把他扔到山下去 走 走 长官要命 长官要命 等等 我们的政策 不准杀俘虏 便宜了这小子 等我们找到了队长 有他决定怎么处置 谢谢长官 转来转去 终于走出这个扯盘压 这是鬼地方 真是难 那扯盘压真是难 何山 伤口还疼吗 有点疼 待会休息 给你包一下 前面快到了吧 怎么了 长官 再往下走二十几里路 就到了拉拉度了 好 谢谢你们了 哪里话 你一说谢谢 我们脸皮也不知道往哪搁才好了 上一次钻上报抓乡亲 我们都参加了 真是不好意思 现在回头也不算晚了 回到家以后 都给乡亲们讲讲你们的心里话 千万不要再上土匪的当了 不会了 我们既然回头做人 就不再做冤枉鬼了 你就放心吧 好 你们回家吧 好 等等 你们的盘唱够了吗 够了 够了 长官 长官 你们过拉拉度的时候 可要留神 怎么 听说 三山豹把渡口的船都藏起来了 还派了两个人看守着 怎么 才两个人 你可千万别小看他们 他们是这一代有兵的神枪手 祖宗几代都是烈火 要论枪法 钻山豹都是跟他们学的 他们一个叫石武 还有一个叫石魁 石魁 是龙家寨那个石魁吗 对 对 就是他 石魁 来 烤野鸡士 打这么个东西放几枪啊 两枪打了三个 这两个野兔顺了枪口了 一枪穿了两个 这还差不多 哎 真他妈没意思 每天打点野鸡野兔的 共军他妈什么时候来呀 老子的手都发痒了 哎 我跟你说 以后别放枪了 怎么 万一公军到了河对面 我们容易暴露目标 暴露了怎么样 他过得了这个渡口 小心没大错 听说姓刘的那个家伙本事不小 办法也挺多的 他要是真来呀 我倒高兴呢 什么意思 一枪穿两个人 比一枪穿两个野兔要过瘾得多 竟想作念 从今天起 你我轮流放上 别让露了空子 让别人把你打死 放心吧 他们呢 这会儿还在那车盘亚里边转呢 真够闲的 队长 你看 也许十亏十五 正朝咱们这边瞄着呢 你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过河吗 有是有 可是离这儿太远 得要一天时间 快高 对面山上有人 快 来 十五 别动 怎么 我来 骂的 走 回去商量商量 你怎么不打他的头 打他的帽子呢 我就是要打他的帽子 转山豹的人马已被我主力打散 但仁智还在验我洞里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地渡过这个拉拉度去 走 大家分头想想办法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好的 倒是 这儿行吗 行 你在这儿烧着 我再去捡点柴火 是你啊 有事吗 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办法 什么办法啊 队长不是说 三个臭皮酱 顶个诸葛亮吗 看来你有主意了 说嘛 痛快点 别卖关子嘛 这事得请你帮帮忙 说吧 怎么办 代表我的时候 你帮我应付一下 你要干什么 你先吃吧 这香啊 来吧 先吃吧 诗酱呢 坏了吧 刚才还在这儿呢 河山 你不是跟石匠在一块的吗 他帮我寻草药去了 你要草药 你哪不舒服 我肚子疼 肚子疼 肚子疼还吃那么多 我们越疼越能吃 大概是饿的吧 怪事 好 与贵 操心点 石匠 真是羁死人了 能找到你就不容易了 快走吧 我们家石魁是被什么蛇咬伤的 土皮子蛇 那可怎么得料 所以请你去看看 真是急死人了 大心 我早说过 不然他跟那些死鬼混在一起 他就是不听 说这些有什么用 快走吧 石魁在哪 别害怕 老实告诉你 你男人是不是被蛇咬了 我根本不知道 那你先牵手 谁啊 我们小分队要到燕窝洞去救人质 你男人在对岸 不让我们过去 所以 我就把你请来了 你们 你们 什么你们你们的 这是我的主意 跟我们队长没关系 你要有良心 帮我们把一百多人救出来 你男人 可以宽大处理 你让我干什么呢 我要你告诉他 第一 放下枪 别提钻山豹卖命 第二 帮我们过渡 明白吗 不 他脾气俊 他不会听我的 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我们打死吗 我求 求你了 别杀他 别杀他 这样 那好 你现在可要听我的 喊石魁 同你说话 记住 要他敲枪 向我们投降 快 好 你不喊 我喊 石魁 你老婆现在在我们手里 如果你现在不交钱的话 这不得动 是 是 快 吉祥跟我来 是 快 你干什么 怎么 慢 卖 坏哥 嫂子被抓住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共军 敢动你嫂子一下 我 我让他们不得好死 坏哥 凭咱们俩的枪法 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过来 一会儿 共军压着你嫂子出来 你子弹长大眼睛 这你就放心 石江 这人干不行 违反政策 当然 这事要怪我 大嫂 您别害怕 您可以走了 你说什么 这儿的事跟你没关系 您可以回家了 走吧 你们要杀我吗 不 大嫂 您别乱想 你们要杀石魁吗 只要他放下武器 立功赎罪 我们可以不杀他 真的 共产党带你们家那么好 那天还送马到你们家 是为你们今后的日子着想 你劝劝石魁 别当土匪了 大嫂 我们只打那些顽固到底的土匪头目 您别害怕 刚才我们这位同志把您骗到这儿来 是他的不对 您别计较 你男人的事 如果您不能帮我们劝劝他的话 我们也不勉强了 当然 要是他肯听您的话的话 我们 不 他不会听我的 好 秀姑 请你马上把这位大嫂送回家去 队长 不许再说 你现在是小分队队员 不是普通老百姓 你懂吗 你 你 诗奎 你听着 刚才我们的人抓了你老婆 我现在就把他给放了 你看好了 快走 马上要打仗了 谁 很容易 和山 到 师将 到 夫谓 到 抓紧时间 准备行动 你们估力掩护 是 十度 大 下河 是 速度要快 小心 是 大家看好了 河对岸那块大爷身旁的草丛 瞄准了他 打 快下河 我们过河是为了救一百个老乡 石魁如果不肯交枪投降 我们只好把他 等等 让梅见你嫂子 快快 快快点上 下河 快 动门师叔 快点 下来吧 快 是 快点 师叔 快点 小心点 好 出发 走 快点 快点 快 用力了 注意队 快 师叔 你当心 车 快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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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走 回家 走 快 走 车 快 快点 快点 我回来 快点 我回来 你们这批土匪看老子把你们消灭 快 快点 小郑 快 快 火点雾 小郑 小郑 回来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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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快 快出来 别打了 打多了 遭报应 怕什么 再来个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 放这 来 当心 忍住点 马上就好 忍住点 见一点小伤就受不了 你男人不交枪 等大部队来我非打死他 忍住点 你们别打了 求求你 给我打 别打了 回来 危险 十奎 别打了 火力掩护 十奎 你杀了人 老天爷要报应你的 十奎 你别打了 快打 亏哥 是你老婆 别过来 杀住 你要干什么 你要过河去 老子先毙了你 你 十奎 你下来吧 十奎 你别打了 你把枪放下吧 快打了 法子下面有人 快下来 十奎 十奎 你老婆当了卖客了 是 你疯了 十奎 你要干什么 你不打死他 二爷 饶不了你 十奎 你要是再杀人 冒天饶不了你的 十奎 你快下来吧 十奎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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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奎 你老婆快死了 十奎 啊 石头 是谁 是谁 回来 他妈的 别开枪 你醒醒 醒醒啊 醒醒啊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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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 醒醒 醒醒 醒醒醒 醒醒 醒醒醒 醒醒 醒醒 醒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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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生死期 也有离别痕 也有老母亲 也有心伤人 也有生死期 也有不离别痕 今山旧爱山长起 心如醉恨路不别 染尽热血 寒笑去 高山流水 烈人魂 人静热血 寒笑去 高山流水 人静热血 年轻热血 今山荒 伤员同志们回去 其余的同志去燕我洞 我带你们去燕窝洞 你回家去吧 队长 我老婆已经死了 没有家了 那儿的地形我手 我带你们去吧 下面这条叉就叫乌龙河 从这儿能看见燕窝洞吗 看不见 还得往前走 别走了 为什么 再往前走 对面就看得清清楚楚 那边有些枪发好的弟兄 专门朝着他路上瞄着 枪发好的 比起你来怎么样 他们都是我的开门弟子 是吗 他们要是知道你来了 还会认你这师父吗 不知道 队长 既然是这样 我看是不是可以 我看抓紧时间休息 什么 休息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了 明天上午行动 好 你也休息一下吧 好 有事你找我 我不累了 你现在休息一会吧 今天晚上和我一块去趟燕窝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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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在想什么 又想石头了 想填石头 想流星 想那些牺牲的战友 还想我呢 可怜的女人 真惨 你说什么 多好的人 昨天还是好好的 可专严之间 是啊 老人们常说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那天 师将 政委说过 天命是迷信的东西 信不得 不信就不信 反正有些事说不准 你说是不是 来 来 来的正好 帮我把梁鼠放到那边去 帮我把梁鼠放到那边去 要是一个土匪来了 你也这么说吗 我就知道是你 你没回头看我 怎么知道是我呢 你身上有股味 汗臭味 那好啊 我走了 你怎么不走啊 这玩意儿我还没拿呢 你可真勤快啊 一大早忙个不停 山里人 习惯 队长去燕窝洞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石头死了 他心里挺难受 别说了 这事我是有错的 不该让师将去找那个女人 你这个人哪 好起来 真是好 可有时候 还真有点 真有点什么 算了 人嘛 总有不适的地方 你知道就行了 别往心里去 以后 改个你那性子 是啊 改一改 师将 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可别告诉别人 说吧 今晚打燕窝洞 我可能被土匪打死 富贵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呢 你说这些干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